可是如果今天呢 我用的不是用index 而是用indirect的话 这个地方 不知道各位对这个函数熟不熟了 因为它用到的机会非常的大 它跟index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说 我要给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位置 必须 不是 数字 而是一个 文字串 特别最重要 关键就是说 它是必须是一个文字 不能是一个数字 所以在这边如果今天要取得的是 那个 高一枚的话 那index这边要输入什么 特别重要这个地方 可以熟不熟 你就直接给A1就可以 但是呢 A1的时候 因为你点击它说 它带过来是A1 它不会帮你加那个双引号 所以会产生错误 记得 前后还要自己再加上 双引号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双引号的话 它 会产生错误 因为它这里面是需要一个字串 OK确定 好 那一样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把 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范例 假设 因为indirect用到机会也蛮多的 而且很多的那个 应用上面 有的人习惯用indirect 有的人习惯用index 各有它的 方便的地方 当然有它不方便的地方 因为indirect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 如果我说你今天呢 要把 这个地方向右的时候 那我们原来 index呢 刚好 可以借由current 跟row的那个函数 去取得 回来的是一个数字 可是呢 在index这边的话呢 它的前面这个 是一个什么呢 它前面的是一个 文字 可是问题 如果你今天借由current row的话 就会有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 回来东西的数字 放在这个indirect里面呢 那就会产生问题 那用什么方式 假设我们把那个上个礼拜这一题 稍微改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改成indirect 而且可以把结果也给做出来的话 该怎么做 OK 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要讲indirect 因为 在VBA里面 如果你indirect这个观念通的话 要把它改成VBA 应该就比较简单了 OK 这第二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这部分OK 可以把它indirect也可以做出来的话 那 VBA应该会比较简单 那第三个问题 后来就有同学 又问了就 老师那我可以把单栏转成多栏 转成五栏 那可不可以再把五栏 再把五栏变成什么 再变回一栏 也许放在i栏 假设我今天呢 又要再把它转回来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工作上面的常常遇到资料必须要 分割成不同栏 但是最后呢 我可能又要用在很多其他地方上面又需要把它变成合并成同一栏 那 怎么去做 其实这个观念如果你通的话 应该很快可以把这个东西可以做出来 我想各位 也 试试看这个部分 试试看这个部分 那那个 刚刚那个万年利部分 后面还有一题啦 你可以去试着就是做出后面的部分 因为我在那个 后面的范例有一个万年利的 呃 就是再加一个 哪一年 哪一年 哪一个月 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 当我下拉清单点击的时候呢 可以自动帮我把 他的第一天 放在正确的 星期期 另外的话呢 这个月呢 总共有几天 显示出来 因为如果说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们给他的是2016的4月 那正常的话应该要知道 4月1号应该在礼拜几 那你就放在礼拜几的位置 好这个也我觉得也是一个一个蛮好的练习 让各位聊理解那个有关 Column跟Raw 部分 OK有三个问题 我想各位可以试着先把它做做看 如果可以先做出来 如果不行的话 等一下再跟各位 提供各位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参考的一个方式 一个答案